哈喽,大家好 今天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我要讲这个关于这个咖啡灌肠的话题 进来的朋友帮忙分享出去 哈喽,Chloe,姐姐也进来了 所以今天要讲这个,因为上个星期我就开始讲这个咖啡灌肠的好处 这样讲了好处过后很多人会问,这样怎么去操作 这样咖啡灌肠之前,或者在坐着的时候 还有after要怎么去让它进行的更加理想 这样今天我就要讲一下这个咖啡灌肠的实际操作 这样进来的朋友帮忙分享出去 我老公也进来了 所以上次,其实咖啡灌肠我陆续会每个星期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咖啡灌肠的东西其实蛮广的 我记得上一次我如果上一次,不是讲上个星期的啦 上一次我讲这个咖啡灌肠 我想应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所以今天我讲一个是比较详细的怎么去操作 因为每次我讲了过后还会陆续有人会问 呃,那个咖啡灌肠要怎么煮啊,怎么准备啊 这样你们如果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就可以看回我这些live咯 呃,这样我就开始讲哈 这样咖啡灌肠,我就呃,来讲一下 上一次我讲,上个星期我讲到这个就是咖啡灌肠的好处 这样为什么癌症病人需要呃,做咖啡灌肠呢? 就是因为我们肝脏本身是帮助呃,它有很多功能肝脏 这样咖啡灌肠很多人以为是洗肠 但是其实不是哦,咖啡灌肠本身就是拿来帮助肝脏排毒的 这样对于癌症病患来讲 有些人癌症病患会message我,就会问 哎呀,我蔬果汁啊,十四股粮啊,什么我都照样做 但是我就是不要做这个咖啡灌肠,可以吗? 哦,可以,在这,在这边我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你是选择要做自然疗法的 咖啡灌肠在自然疗法里面,在对于癌症的治疗 咖啡灌肠是不能缺少的,是必须要做的,一定要做的一个环节 这样为什么要回归回上个星期我讲的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咖啡灌肠对于癌症 就是因为肝脏,帮助肝脏的解读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肝脏是我们每天可以符合的工,他的做的工只有60% 但是我们每一天的读书已经去到100了,已经超过了 他每天工作肝脏只可以工作60这样罢了 但是我们每一天的读书已经超过100 这样剩下的事实他就会不断的去累计 结果我们的肝脏就会堆满 就是你今天你的肝脏OT了,他又做不完工 结果他把剩下的40%他又堆到去明天 又再重复,又再做 这样热剂越累 你堆积堆积,到最后那个肝脏符合不来 有些人就会说,哎呀,这么我的肝硬化啊,肝炎啊,很多肝脏的疾病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读书太多 这样现在是8点多嘛,对不对? 8点会有讲新闻 刚才我就看,因为我的家公看新闻 我就看到后面他接近截尾,尾端的时候 他有讲到,其实现在我们的人 尤其是不要讲吃海鲜,很多重金属 尤其是我们每一天都吃的那个食盐啊 食盐啊,就是说不管你是吃什么盐都好啦 可以讲是10个,10个都是有很高的硕化剂 这个刚刚新闻才播出来的 这个在我之前已经知道 因为现在那个海洋啊,海洋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么干净 你看不看到他们一水栽过后一推上来的 全部都是那些塑料袋啊,plastic罐啊,对不对? 都在海那边已经污染那么久了 所以已经很多盐,已经有很高成分硕化剂 之前上一阵子我遇到一个朋友 他是特地跑去台湾做检验 他讲马来西亚是没有的做检验啊 普通,如果我们是照样这样子普通吃 不管你是吃有机盐还是不是有机盐 绝大部分的盐都是很高硕化剂的 你去检验哦,呃,那个他告诉我啦 因为他本身是吃有机的 像他吃有机的之前,他不是吃有机 他的他的身体的硕化剂 已经比呃,那个呃,身体的那个标准啊 已经超过300% 你看到吗?所以身体是已经是很多毒素 只是我们觉得,哎呀,没有关系啦 今天吃烧,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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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吃,呃,怎样 其实身体是呃,有Signal 但是到我们Signal来到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非常晚了 像我刚才讲到,这么我们要做咖啡灌场 就是呃,上个星期我讲到 主要是帮助肝脏排毒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食物 呃,政府在这个呃,我们叫做law里面 他给我们可以permitted的 就是允许的可以添加剂 我们说允许的添加剂 在食物里面其实已经超过3000种 所以我们现在有人说,呃,我可以不要做灌场吗? 其实只要你是人都需要做咖啡灌场 这样食物是3000种 这样除了食物好像是空气啊,呃,物质的污染啊 水源啊,呃,压力啊,这些全部的其他的污染源 已经超过300千种 哎,不是,sorry,不是,啊,对对,呃,呃,呃,上次讲 哎,sorry,是50千种啊,讲错了 刚才那个是3000种,这个是50千种 所以这个数据哦,如果你去上网看 其实data都是有的 刚才讲到,呃,对于癌症病患者来讲 咖啡灌场是不能少的 因为它是帮助我们肝脏解毒的一个东西 这样第二就是 因为,呃,当我们咖啡灌场进入身体的时候 身体的骨光肝胎会提高 Guggethion,Guggethion Guggethion会提高的时候就是说 对于我们身体会有很多,呃,自由基很不好的东西 它都会去消除掉 这样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基 呃,也不知道什么是Guggethion的话 你们可以看回我上一个的那个live的video 上个星期三的 来看一下,呃,什么是自由基 多了解 这样咖啡灌场第三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帮助肠道的蠕动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便秘的人 哦,可能本身的肠道 你要在厕所蹲很久 它都才出来的 哦,可能就是你的肠道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你的肠道蠕动不好 这样你就可以,呃,偶尔做一些咖啡灌场 来,来刺激你的肠道恢复回正常 这样刚才我讲到的癌症病患 因为在自然疗法里面 他们需要喝大量的酥果汁 大量的酥果汁 当我们身体在喝着,呃,很健康的食物 就是在喝着酥果汁的时候哦 其实我们身体在进行着排毒 这样哈,我们的毒素 是不是都会去到血液啊,对不对? 这样血液到最后它都会去到肝脏 这样如果癌症病患者 你在做这个疗法的时候 你又不要去做咖啡灌场 这样我们身体的毒素 它最后会涌到去那个肝脏 导致肝脏符合不来 就是好像我刚才早早讲的 每一天肝脏只能做40%的工 但是因为 现在的社会的那种污染源实在是太多 每天的毒素可能都超过100% 这样平衡的事实 是不是它又堆积 它今天又做不完工了 又累积到明天 到最后我们的肝脏就 完蛋了了,不能再用了 这样对于癌症来讲 癌细胞本身 它就一直不断的去产生很多 那个毒素的 癌细胞本身哦 它就是不断的产生 垃圾 垃圾 所以比一般人的毒素更加多 所以周末会有很多癌症病患 还不知道他自己得癌症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症状 会觉得 哎呀,我很累啊 怎么我今天都睡都睡不够啊 昨天我明明睡了的 早上我也睡了 我觉得我已经睡超过8个小时了 10个小时了 我等下下午又又累 晚上我还是觉得昏昏欲睡 一直非常的疲劳 就是我们的肝脏啊 就一直在给我们signal说 哎呀,你已经不能顶了 你已经要非常照顾 尤其是有些 有些以前我们的年轻人啊 去那种 呃,pub啊,disco 嗶嗶嗶嗶嗶嗶啊,对不对 又吸烟啊,喝酒啊 那种更加不用讲了 肝脏一定是非常的负担 皮肤黄,有人今天有问我 哎,肝硬化的那个症状是什么 其实我们肝脏啊,它是不痛不痒的 在你呃,知道呃,严重的时候 你觉得有感觉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 就是差不多是 差不多可以呃,进医院了的那种程度 像他在之前的时候 就可能会你觉得 哎,这么我的皮肤很黄啊 或者是我的眼白很黄 哦,嘴巴很臭 嘴巴很臭 你跟人家讲话 你都哇,那都别大喊 哦,肝脏,肝脏呃,出现一些问题 或者是呃,黑眼圈很深 哦,这边的那个,那个周围的那个圈子 一直都,哎,这么好像都不能弄掉的 你买什么美容品啊,涂啊,什么 去黑眼圈啊,其实都是假的啦 其实找税就是最重要的 帮助肝脏去解毒 第二就是,呃,少抽烟喝酒 熬夜 哦,这样我回来这个,呃,讲 今天要讲这个实际操作 怎么去做这个咖啡灌肠 呃,有人会问我 呃,我不要,我不要做这个咖啡灌肠 好像很蛤蜊 这样,其实不会蛤蜊的 其实很简单的东西来的 这样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哈,今天要讲一下 呃,我们在做咖啡灌肠之前 我们要准备一个锅 一个锅 等一下,我拿给你们看哈 好,我自己本身就用这样子的锅 呃,那个叫什么 你烫面啊 你吃银吞面啊 还是你吃什么 什么面 它不是有一个锅来烫的 那种就是aluminium的 那种的那种,呃,aluminium 如果它会跑 它会因为 呃,高温嘛 其实这种,呃,有害的这种aluminium 它会跑进去食物里面 所以我们这么 如果你是时常在外面吃的哦 可能你比一般人 种那个老人痴呆会的几率更加高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一些重金属来的 这样我们 如果要煮咖啡的话 我们就要选择一些比较好的锅咯 如果你家里是没有的 你可以选择一些玻璃的也可以 Ceramic,呃,或者senestil 这样你还要准备多一个这样子的 呃,过滤的网 有些人问我 哎,可不可以用那种布的啊 copy copy茶匙用的那种布的啊 各布的那种啊 你看那种 tetare那种啊 华人用的 需不需要? 其实我的看法是不需要啦 我就是用这种这样的网就可以了 senestil的 这样,呃 像刚才讲到哪里哈 像我们开始的时候 哎呀,我忘记拿到 我,我忘记拿到咖啡店 不好意思 讲咖啡,观察忘记拿咖啡 ok 这样,呃 幸好我 啊 咖啡 咖啡 一口 一包的一包的 不好意思 ok ok 我就给他们大家 该我煮了的这个 ok 这样咖啡是一包包的 一包是500g 我该煮出来的是这样的 ok 就是讲我煮了出来在锅里面 我就拿这个勺过滤 过滤 这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哦 我们买了这个咖啡 的时候 一包一包的嘛 你就放进一个container里面 我们放进container 如果你今天是癌症病患者 哦 谢谢 我老婆 咖啡是这样一包一包 一包是500g 哦 这样 呃 我们在做这个咖啡灌肠的时候哦 我们就 呃,如果是癌症病患者 每一次用就是用这样子的吃饭的铁汤匙 三个 三个呃 tablespoon 我们 我们鬼老叫做tablespoon 三个tablespoon 这样你就放在一个锅里面 其实我水哦 是我是 大概用一个中 中型的锅 我没有讲特地去凉的 但是你倒在袋子的时候 你就要去呃 看下那个水的那个 呃 ml 那个多少水啦 就是我拿一个锅这样子 癌症病患就是放呃 三个汤匙 如果你是 呃 保健的好像我自己用的 每天做的 你可以做一个汤匙就好了 做一个汤匙 这样癌症病患如果你是做呃 三个汤匙 三个tablespoon 呃 在这个自然疗法里面 你需要每天做至少两次 两次 跟Dr. Kelly的是两次 就是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呃 因为我们的疗法是有做很多东西嘛 你做了那个跳床 做了呃 那个 做了跳床 然后你做的那个 梳纳 过后你做咖啡灌场 咖啡灌场 早上做一次 呃 空腹 空腹前做 呃 吃早餐前我们讲空腹啦 空腹做 然后另外一次就是晚餐前做 这个一定要空腹做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癌症病患者 都是 咖啡灌场 排毒我们都都是需要空腹做的 哦 这样我们呃 这个 你要找一个container来装咯 倒进去 一包大概呃 你找一个500的这样子的玻璃瓶 哦 过后我们就煮 煮 我们放水煮啊 哈哈 一定要放水煮啊 煮这个一定 呃 你要放干净过滤了的水 不是直接pipe一开 哇很多chlorine啊 哦 因为我们排毒嘛 就是不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放进去嘛 如果你是没有过滤的 虽然政府讲哦 马来西亚的水是可以pipe 直接这样子喝了啦 但是我还是不敢啦 因为 呃 水源很多污染源的 会几百种污染源的 所以我们的水还是需要用过滤的来做咖啡灌场 会比较理想 哦 这样呃 你的咖啡倒进去 呃 开火煮的时候 需要煮 呃 大火5分钟 小火10分钟 大火5分钟 小火10分钟 哦 这样你就要算那个时间咯 煮完了过后你就 我就 拿一个勺这样子嘛 拿一个勺 这样子过滤 这个就是我刚才煮的那些杂啦 哦 看到吗 它是长这样子的样子的 这样咖啡多哦 也不是好像外面你喝Starbuck那种 嘿嘿 No 闻起来很香 哈哈哈 它是没有这种香喷喷的味道的啦 它是因为呃 我们去外面喝咖啡哦 你去那种茶室喝的哇 冲出来很香 是因为那种咖啡已经是呃 已经是肉啊 已经是炒到很很久了的 所以它带点 它是带黑色的 像我们做咖啡灌肠的时候 我们是找lightly rose 就是浅焙 浅焙的咖啡 所以它不会黑黑色 它是属于金黄金黄色 哦 属于金黄金黄色 像这个它不是一粒粒吗 咖啡豆本来是一粒粒吗 像这个厂家咧 它就磨成碎碎 它又不是instant coffee哦 它不是instant 你需要煮的 它是一粒粒 只是你记得煮了过后 一定要过滤这个杂咯 你不要一粒粒塞进屁股了 哈哈哈哈 有人问我 有人问我那时候 啊 你这个咖啡灌肠怎样做的 他在想 没有袋子一粒粒塞进去 一定要一定要煮了 拿来过滤哦 不然你那个袋子也会煮塞哦 这样刚才讲到这个呃 煮了过后 你就拿一个这样子的锅 一个这样子这种叫什么 ceramic的锅 不要拿plastic的啦 因为很热嘛 对不对 你的plastic的那种化学的东西也会跑出来 所以我们煮了过后 要做什么东西 诶很多人开始在进来看哦 要做什么东西 有人可以打我吗 好我们互动一下 不然整个半小时都是我在讲 你们在听 你们也bassong了是不是 不然问题哦 学习我的看法是这样哦 学习是 时常是你问我答 你问我答 才会学到东西 很多时候是我讲 但是 呃 可能我会遗漏了一些东西啊 可能我会忘记跟你讲 要涂油啊 然后你回去没有涂油啊 干干这样子塞屁股啊 或者是呃 可能一些东西 所以你们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所以刚才讲到 过滤了 倒进这个咖啡 倒进碗了 接着下来要怎么做 哦 杰西丁 never tried before so don't know what's the next step ok 这样 学历丢 厉害厉害 对 就是要放冷 一定要等它冷哦 等它温温了 才倒进这个灌肠袋 这个我已经倒进灌肠袋了 哦 看到吗 我的咖啡 倒进灌肠袋 所以 如果你是稍稍倒进去哦 你等下直接拿来灌肠的时候 你是不是 你的肠都熟啊 你的屁股啊 你都 烫屁股啊 你要煮猪肠还是什么 啊 煮那个 呃 呃什么 猪肚肠 哦 所以 一定要一定要这个 等它温了过后才倒进去 叫我们倒了进去过后 我们还没有倒进去之前啊 记得 因为他的connector是这样的 他的咖啡袋 他的猴很长嘛 他这边有一个controller的 一个控制的 这个记得要锁咯 但是很多时候哦 我们不是呃 第一次做的人哦 可能就会哎呀我忘记管 就是你开着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这么我 我脚湿湿的 你会发现到你没有关 你满地都是那个咖啡 这样我们关了这个过后 好我们咖啡倒进去嘛 这样 煮 我煮的时候 我是没有怎样去量的 我就 我就是一锅 我就煮满它 啊 这样这个水 你们看到吗 你们这个看到这个ml吗 这个袋子上到来这边 我也是千二千二 如果呃 做那个咖啡灌肠 哇我老公去到满了 我爸爸也是去到满 去到maximum 那么很紧臭的 啊 这样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做900 1000罢了 如果你是刚开始 没有做过咖啡灌肠的朋友 哈 你们可以starting with 600到700先 就是大概这个600到700 啊 如果你600700 你可以hold到的 hold12到15分钟 你可以下一次你就加800 就慢慢加900 加到1000 女生我觉得1000 已经很够啦 好 男生可以去到千二 你可以去到 你可以去到maximum 也没有问题 哈 这样呃 刚才讲到哪里了哈 像我们咖啡 呃 倒了进去过后 像我们这个袋子originus 是这样子一个东西盖着的 它这个是猴 刚才我给你看这个袋子 这个猴嘛 好我挂起来先 像这个猴 这个盖 不是这个镜哦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有冰层下来的朋友 哦 他问我呃 要叫我叫他怎么做这个咖啡灌肠 他就会问我啊 这个他 我拿开 拿给他看去拆开来看 哇 这个啊 一个男 一个男人 他看到这个 是不是有点惊讶 是不是感觉 好像 怕给人家记忆见的那种感觉 对吗 哦 有男人的在一定的 我明白的 以前我先生也是这样 不要了不要了 不要做咖啡干场了 哦 好像拍写这样 后面进了muscle block 其实不会了 这不是 那我们这个开了 这个这个一个盖子吗 这个开了不是这个镜啊 不是这个镜 哦 是后面他我呃 一个袋子里面有十个这个管 我们叫钢管 钢管呢 不是人家跳钢管舞的那个钢管 钢门的钢 管子的管 钢管 哦 钢管有十条 每个袋子有十个钢管 这样我们就是把这个头 插进这个钢管 connect去 镜屁股的是这个镜 看到吗 是这个镜 这个的那个 这个极小哦 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 呃 呃 比水草还要再小一点 呃 不是叫水草 细水管 比细水管再小一点 哦 看到吗 比细水管再小一点 这样他的洞 是在旁边的 他不是在前面 他是在旁边 这样我们倒了咖啡灌场 呃 我们倒了咖啡进去哦 我们要做这个咖啡灌场之前 前面就要涂点油咯 因为他这个管很长嘛 这个管很长 不需要整支油图完啊 不需要整支整支这个管图完啊 我们就涂前面一点点就好了 哦 涂了一点点 然后记得我们要做之前 一定要开这个这个controller 让他里面这个管很多 因为我早早关了嘛 是不是里面很多空气 要让他这个空气全部排完出来 如果你没有排到出来哦 你全部空气就会进屁股咯 你就觉得哎 这么好像奇奇怪怪这样 东西出不来来 好像有风这样 就是因为你把那些风也灌进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那个 把空气排出来 我看到有人懂 有人问是吗 Jesse Jesse 是啊 是啊 只是要咖啡 咖啡的液体啊 不要咖啡渣 不要咖啡渣 因为有人问我 诶 那个精华在咖啡 咖啡粒里面 所以要不要一粒一粒塞进 不用 这个袋子不能过哦 如果你的渣不小心一两粒 不小心掉进那个袋子里面 你的那个管是触不到水的 它会在中间里面卡着 所以你在过滤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咖啡倒进去 呃 跌跌进去的 咖啡渣跌进去 你要再隔多一次咯 雪莉都要放 冷了放进灌肠袋 对对 温温这样 如果是好像有时候我们放在那边 太久做东西 忘记了 呃 冷了啊 你可以放一点热水 餐一点 热水放回去 给它温温 灌太多会怎么样 呃 雪莉丢 其实不会灌太多的 我们的那个肚子 我们的那个肠 我们的肠 我们的肠知道的 就怎么说 你灌到不能灌的时候 它会 呃 它会有那种好像要push 好像我们大边 不是要嗯嗯嗯 就push它出来 就是它会有这种感觉的 所以 呃 你永远都不会讲 灌太多的这个情况出现 有video看吗 等一下我就表演给你们看了 哈 哈哈哈 但是我没有脱 脱裤子的啦 像我这个呃 刚才讲到那里 我们涂了油过后 我们的这个呃 呃 要进多少哦 就是进 这个 这个管啊 这个管这样长啊 对不对 我们就是进70% 进70% 这样子 哦 有人问我东西吗 会不会很长啊 会不会什么啊 会不会痛啊 其实不会 不会感觉的 没有感觉的 因为我们的直肠本身就是很长的 如果你会痛 会有不舒服 这样可能你的肠里面有深肢肠 哦 你才会感觉不舒服的 这样呃 刚才讲到哪里哈 这样 我自己本身 如果呃 你要呃 刚才我讲讲准备了嘛 哈 这样如果你的 呃厕所 这个 这个东西咖啡灌肠哦 我是建议一 你就在厕所里面做 如果你的厕所够大 我自己本身在厕所做 如果你的厕所不够大 你就在 厕所呃 附近哦 附近不要太远啊 因为我们咖啡 灌肠咖啡进了去 你需要忍12到15分钟 你们要记录下来哦 咖啡 要流进身体里面 12到15分钟 它是怎么算起呢 就是说 你的这个 呃 这个开关 一开的时候 咖啡开始流进去 你就要开始算时间了 12到15分钟 不要超过15分钟啊 因为我们 一超过15分钟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毒素啊 又会再重新吸回进去 有人问我吗 这样呃 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东西哈 我自己本身是挂在这个呃 衣架 挂在衣架 你看到我灌肠袋挂在衣架吗 然后我衣架 我就挂在那个那个那个门口上面 有些人他的那个挂衣服的 可以直接挂灌肠袋的 这样或者你的门把 你的厕所门把是可以挂的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挂上去咯 如果你的家里是呃 不能直接这样让你的灌肠袋挂上去的 你就拿一个 你就拿一个这个呃 衣架咯 这样我们在做灌肠的时候 我们要挂哪里哈 我自己本身是挂比较高 就说厕所 厕所的那个房间门哈 不厕所的那个厕所门上面不是有的挂的 我就挂着那个衣服那边的那个高度 这样我先生就是挂着那个门把下面 你看到有高跟矮吗 高的话就是他冲率比较快咯 矮的话他冲率没有这样高 但是因为我冲率快 所以我有这个control 我关小水一点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呃 只要你的地方有的挂 因为他这个有的control嘛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那个水慢慢流进去 不是冲着进去哦 冲着进去的话 你会很快就忍不到 你还没有到 两分钟你都别打他 你都要出来了 这样我就示范给大家看 这个东西 怎么做哈 把他打开开开开开这样 这样我就 没有在厕所啦 因为我孩子全部睡了 好 这样这个灌藏袋 你看到吗 我就挂在这个输出这边 我就挂在这个输出这个 呃 在我胸口的这个角度啦 这样我地上就准备一个yoga map 看到吗 yoga map 我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 呃 有放yoga map 我 我 我先生啊 我老公 我家公那些 他们没有放yoga map 他们就直接躺在厕所啦 被他们 OK啦 他们觉得 不会冷 我自己觉得很冷啊 厕所地上很冷 因为我们厕所早上的时候 是干干的嘛 没有湿的 如果湿的话你就 要铺一块 你做咖啡灌散的时候 就比较舒服咯 有些人惹身是建议 哎呀 你可以放一些枕头啊 我就没有啦 开始以前做的时候 会有放枕头 但是你做到 觉得哎呀 麻烦了 又带铺铺铺铺铺铺铺 直接就放一个yoga map 这样子 好 看到吗 像我们在做咖啡灌散的时候 呃 这个袋子在我后面嘛 像我们在做这个咖啡灌散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 我们是需要向右侧 右侧 你们看到我 不懂是不是 你们 总之你 总之是你自己的那个右侧啦 我们的肝脏是在右边嘛 对不对 所以咖啡灌散的时候 要躺右边咯 像这个我们 该涂了油 空气也排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插进那个肛门里面 怎么插进肛门啊 今天我当然是穿着裤子 不会给你们看那个示范啦 这样我自己本身 我就是 呃 喜欢半蹲的这种感 这种半蹲的时候 我就 就后面的 半蹲的时候我就插去后面 呃 你们喜欢什么style啊 你们可以自己慢慢回去研究了 你们可以躺着插进去也可以 你们要站着 还是你们要讲弯 但是我发现到我半蹲 人向去前面的时候 就是轻去前面的时候 那个管比较容易进 这样呃 管进去了的时候 我们的人 就要这样子躺侧 看到吗 就这样子躺侧 躺侧啦 就是你要完全躺下来啦 完全躺下来 然后你 你是向着右侧躺 向着这样子右侧躺 看到吗 向着右侧躺 就是我这样子向着你这个地方 然后你们的脚 看到吗 你们的脚有点弯上来这样 这样你们就可以忍到比较久 因为有些人 哎呀 怎么我的咖啡进去不能忍很久啊 其实跟我们的知识有关系 如果你的知识是 呃 你比较脚放下来哈 你会让这个肠道比较刺激 想要让这个咖啡push出来 想要哦出来 这样我们在做咖啡灌肠的时候 你的脚可以 微微的伸上来 向着你的肚子这个方向 你就是完全躺完下来放松的啦 什么都不做的啦 就是躺在厕所 这样记得呃 灌肠的那个管 就是咖啡进去的时候 就要开始算时间哈 开始算12到15分钟 你们可以带电话啊 手表啊进去 一咖啡进的时候 就要开始算时间 最理想是 最理想是13-14分钟就好出来咯 有时候有些人 哎呀 带电话进去一直玩Facebook 看video啊 那个时间都过了 结果 本来咖啡灌肠是要排毒的 那个毒素又会再重新吸回进去 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 呃 那个肝脏哈 我们的身体的血液 是每3分钟 每3分钟 每3分钟 会经过肝脏一次的 就是 每3分钟 你的血会经过肝脏 好 这样 如果你是做15分钟 大概是你的肝脏 已经排毒了5次咯 好 对吗 明白吗 那个数血 好 不明白啊 不明白你们可以问啊 好 这样呃 该讲到哪里 这样我们做完 呃我们做完那个咖啡灌肠过后 我们建议是 我们建议是做了咖啡灌肠一次 我们还要做多一次清水 清水啊 就是你灌完肠 12到15分钟时间到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在马桶那边 啪嘛 啪嘛 就啪完出来嘛 啪完了过后 呃 你就装到一个干净的水过滤了的温水 好 我自己本身平时是 装到另外一个碗进去啦 比较烧这样 比较烫的 因为我当我做完咖啡灌肠的时候 可能这个已经温温了嘛 放进去灌进去 就是你做了咖啡多少 你呃 做了一次清水 这样清水就不用再等时间 咖啡你需要等12到15分钟 清水就不用 你浸完去 然后就可以 呃 立刻呃完出来 做清水的原理就是 如果你咖啡进到里面 可能呃 排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些残留黏在我们的肠道的时候 哦 就需要用清水 让他其他的剩余的毒素 全部一次过冲完出来 这样呃 刚才讲到这个之前 已经怎么去准备怎么煮 我已经讲了嘛 在做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些呃 这个 那个姿势啊 要准备什么东西 要挂哪里 我已经讲了哈 这样最后这个 讲多清水过后 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些呃 矿物质 我们在做咖啡灌肠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一些微量的矿物质会流失 所以after做这个咖啡灌肠过后 你可以补充一些呃 蔬果汁 或者你可以补充一些营养 是有这个矿物质的 来让我们的那个身体恢复回去 哈 因为我们在排毒的期间啊 就是算是在中医来讲 是算泄嘛 就是说不好的出 这样泄完了过后 我们要去进补回来 好 这样呃 有讲到几个东西哈 就是要注意的 如果你本身是已经是便秘了 你已经是便秘的 一路来你都呃 你都觉得里面有东西的 这样要在做咖啡灌肠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子咖啡进去的时候 你的哎呦 你全部那些大便的都还是在里面哦 一定是不能忍的嘛 对不对 这样你可以在做咖啡灌肠之前 做一次清水 让你们那些昨天吃的那种 寒冷东西哦 全部我玩出来 这样有些人他做了咖啡灌肠过后 因为他可能我早上上班 这样我呃呃 放工回来做 有些人做了咖啡灌肠过后 他又很精神哦 因为咖啡本身有咖啡因嘛 对不对 咖啡因他就觉得 哇很精神 我不能睡哦 整个晚上 这样需要怎么做呢 这样咖啡呃 我们就可以建议 咖啡餐这个 CAMOMIL 羊肝菊 好 这边给你看看 羊肝菊 它的样子很像 它是属于一种菊花类的东西啦 哦 这个我是在那个澳洲运进来的 这个是有机的羊肝菊 这样我们可以把咖啡的分量 剪一半 然后再把其余的这个羊肝菊哦 也是放三汤匙 但是它不用煮的这个羊肝菊 直接拿那个好像我们冲茶这样啊 我们去冲茶是怎样 茶倒进去 热水倒进去 然后你谷了 那个味道就出来嘛 一样 同样的道理 倒了这个羊肝菊下去 把热水倒下去 盖 盖一段时间 然后他你会看到 他的全部 呃那个茶 茶出来了嘛 对不对 这个羊肝菊的那个出来了 所以你把这些渣 同样的过滤 摻在咖啡里面 藏在咖啡里面 或者有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 either你可以藏在咖啡里面 或者你做了咖啡过后 本来要做清水的嘛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做清水 你做的一次羊肝菊 哦 其实羊肝菊很好的 对于如果有一些人是 他工作很压力很紧绷 他呃不能睡觉的哈 你晚上啊 啰啰啰的 就想这个又想做工啊 等下又想老公啊 我怎么老公还没有回来啊 我想很多不能睡 羊肝菊是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 放松 让你很好进去睡眠的一个东西 所以羊肝菊最好做是早 最好做是晚上做 不然你早上很放松 老板在你做工里 很放松 给老板炒鱿鱼 所以我们建议是这个晚上做 有些人早上做咖啡 晚上做这个羊肝菊也是可以哦 但是对于我还是要重重新强调一个东西 如果是癌症病患者哈 一定是要做咖啡观察的 如果每一天是两次咖啡观察 两次都一定是要咖啡 你可以加羊肝菊 但是绝对不能影响你最原始的那个疗法 就是protocol 两次你可以加到那个羊肝菊第三次做 就你零碎前再做的一次 好 你们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诶 然后我讲下这个东西 刚才讲到后面 这个咖啡 我们这么会选 因为其实咖啡有很多种嘛 有些人问我 诶我能不能够买外面的一种 呃 金融咖啡 或者是我能不能够外面那种什么 什么很多牌子嘛 或很多不一样嘛 对不对 我们这么会选择这个 S Air Wilson的咖啡 从呃 Direct from加拿大运进来的这个原理 就是一 它是有机的 它是有这个 USDA认证的 有机的 也有加拿大的这个有机认证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这个厂家 它是专门制造 呃 这个 呃 process这个咖啡 它是全部都是 supply去 healing center的 这样我们以前一路来 是找好的咖啡来灌场嘛 这样因为市场上面有很多种 不同的牌子的咖啡 这样这个 是如果一些 呃 如果你去上它的网站去看 它其实有 supply很多一些 healing center 好像呃 一些Gersen的clinic 啊 Dr. Kelly的 Center Institute 他们都有在supply着 很多地方都是用他们的这个咖啡来做治疗的 嗯 李坤切 第一次做早晚都做一次吗 呃 如果你是保健 你是保健的还是癌症呢 如果你是保健型的 好像我们自己 保健的 你一天做一次就好了 早上做 如果早上不能做 你就呃 旁晚或者晚上做 就做一次保健的 这样你可以长期这样子做 做三到六个月 做的一段时间过后 呃 当然的你饮食还是要照顾啦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在做这个咖啡灌场 哎本来我时常吃外面很不健康 我饮食也更改了过后 你陆续三到六个月 你每天做的嘛 你过后就可以两天做一次 然后慢慢各 三天做一次 四天做一次 但是有些人 还是这边灌肠的 像他这边又抽颜 这边灌肠这边还是喝酒 我还是建议每天做 如果是癌症病患者的话 一开始就早晚做 早晚做 还要根据你的那个情况而定 哈 有些癌症病患者需要做 每一天做到去五次的 哈 来给他的身体迅速排毒 这样我的呃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这样下个星期我会讲一些咖啡灌场的那个呃 迷思 迷思 迷思的意思就是说 这么有些人会问 哎呀这么咖啡灌场 呃 不要用那个呃 喝的啊 要用灌啊 或者有有些人会问 哎呀咖啡灌场有没有副作用啊 会危险吗 这样什么人可以做啊 很多这些疑问吗 对不对哈 这样下个星期我就会讲这个咖啡灌场的迷思 你有很多疑问 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哈 下个星期你们可以陆续问我 这样这个星期怎么做 我就讲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你们再 呃 问我啦 我会的话我就解释给你们听 这样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晚安 拜拜